俗哥说电影 帮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印度的动作语 宝莱乌双雄之战 影片一开场 政府某部门首席飞议师 炮灰大爷吃完饭走进房间 指挥手下高级特工铁锤 准备干掉一恐怖分子的首领 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铁锤反倒一想把他给逼了 国防部长李大婶得知消息之后可气坏 当场就把负责任王大白给臭骂了一顿 王大白说铁锤叛变了 这种事我也没法办 李大婶说这孙子是个巨大的隐化 你抓紧时间找人让他领和办 转后天一帮坏家伙正在交易的时候 特工栓柱突然出现了 龙套们跟栓柱配合的十分默契 很快就被栓柱做的不会动了 栓柱回到单位 王大白正跟手下开关于铁锤的分析会 栓柱说我们这些人全是铁锤一手巡连出来 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你们就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判变吗 王大白说就你的废话多 现在不是分析原因的时候 首先要解决问题 鉴于栓柱和铁锤的关系太好 王大白本来不打算把这个活交给栓柱 可架不住栓柱一再的请求 王大白说交给你也行 但你不能掺杂任何的个人感情 到时候你要是心词手软把他给放了 我就一枪毙了你 这个时候电影台是闪回铁锤之前的故事 铁锤是政府情报部门下属的杀手组织的头 当初栓柱想加入的时候 铁锤死看不上的 原因是栓柱的老爸是个胖国者 后来在一次战斗中被铁锤杀 栓柱从小就背负着这个耻辱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将来有一天能把这个耻辱给洗花掉 虽然自己的老爸是被铁锤杀的 但他一点都不恨铁锤 他觉得他老爸就是猴盖 哎呀 现在像栓柱这么深名大义的孩子真的不好找 虽然栓柱细时淡淡 但铁锤还是不放心 担心哪天遭了栓柱的暗算 更担心栓柱也会像他老爸那样 突然有一天叛变了革命 因为俗话说的好 老子英雄而好汉 老子狗熊而软蛋 不过在王德拜的一再坚持下 最后拳柱还是留下来 转过天 上级部门给铁锤的小队下达了一个任务 要求他们干掉一直跟印度作对的恐怖分子 首领鸡贼叔和叛军指挥官大胡子 这二位沆瀣一气干了不少上千害理事 铁锤这五年来一直惦记着鸡贼叔 接到任务之后非常的幸福 带着队员就潜入了叛军的控制区 叛军首领大胡子骁勇善战很不好对付 经过一场鸡飞狗跳的混战 铁锤和叛柱使出了吃奶的劲 才把大胡子给摆平了 由于叛柱在这次行动中表现出色 最终已经得了铁锤的信任 全世界的电影啊 我最佩服的就是印度电影 甭管跟剧情有没有关系 一言不合就开调 而且是再歌再舞 关键是还跳的那么好看 大胡子被抓之后 这鸡贼叔坐不住了 这个狡猾的狐狸终于露出了头 能跟这个神出鬼末的家伙见一次 比撞见外星人还嫌 因此王的白格外重视 命令铁锤带给人马上出发 由于之前每次抓捕鸡贼叔的时候 鸡贼叔总能流之打击 因此铁锤认为内部肯定有鸡贼叔的卧底 为了避免走漏消息 铁锤把成员的手机全给没收 抓捕鸡贼叔的行动是在摩洛哥进行的 经过一场乌烟瘴气的混战 严瞅着就要大功告成了 可就在这关键的时候出事 小队里的龙套哥居然是卧底 这位之前没有任何存在感的哥们 突然干掉了两名小队成员 让所有人都大点眼睛 拴住最痛恨的就是背叛 因此他不顾铁锤的劝阻 开始追杀龙套哥 两人一前一后 在老百姓的房地上展开了跑步 这二位一走了 就像肉包子打狗 一点引擎也没有 这次的行动最终已失败告终了 铁锤受了伤 鸡贼叔撒子撩 多日之后 有人终于在海边的礁石上 发现了奄奄一息的拴住 病房里拴住告诉铁锤 自己已经把叛变的龙套哥给杀了 这个画面想必很多人都似曾相识吧 但照片上显然换成了另外一个人 回忆完过去 拴住开始对叛变的铁锤展望调查 这哥们晚上正忙活的时候 突然接到了铁锤的电话 两人这次的通话没啥实质性内容 说了半天全是废话 铁锤为什么会叛变 一点都没有交代 转过天 一架军用运输机 在天上老十八交飞得好好的 突然就被铁锤给盯上 铁锤手拿两个大戏盘 不一会儿就钻进了飞机里 双方装模作样对视了一会儿之后 几个当兵的和一个当官的 根据剧情的取消 全都交了翻票 铁锤为什么大老远的 跑到人家飞机上捣乱呢 这原因等我才能说 两名高官都死在了铁锤的手里 王子白是又气又怕 担心哪天轮到自己头上 晚上拴住乘地铁回家的时候 遭遇了铁锤 拴住说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这个铁锤绕来绕去就是不说实话 虽然铁锤没有说出自己叛变的原因 但他告诉了拴住 他下一个要刺杀的目标 现在我们来聊聊铁锤叛变的原因吧 摩洛哥一战 由于龙套哥的反水 铁锤是损兵折扬 自己也差点把命打上 但作为一名印度士兵 铁锤并没有因此而亲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 他又盯上了跟鸡贼叔有联系的大背头 这个大背头有钱 整天在娱乐场所循环作乐 后来他看上了跳舞的冲花 可约了很多次都被冲花拒绝了 为了搞到大背头的情报 铁锤利用自己的脸蛋和肌肉 很快就把冲花给迷惑了 当发现冲花已经堕入情网之后 铁锤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让冲花去跟大背头约会 然后趁机把大背头电脑里的情报 给拷贝出来 冲花一听可气的不清啊 说你这个大骗子 别的男人顶多是骗财骗色 你却让我替你玩命 你还有没有人性 不过作为单身母亲的他 最终还是答应 原因无非有两个 第一个是为了铁锤 许诺给他的高额的暴露 第二个就是为了这个欺骗他 但他有深爱的男人 由于担心自己回不来 冲花临去之前 把自己的闺女托付给了铁锤 到了晚上 一袭长裙的冲花来到了大背头家 而与此同时 铁锤把自己的行动计划 告诉了王大白 这个时候小队成员酱油妹 又给铁锤提供了一条重要的信息 原来这个大背头啊 就是鸡贼叔 鸡贼叔为了躲避有关部门的追杀 会经常通过一名整容医生 系自己换脸 春花借着上厕所的理由 把U盘插进了鸡贼叔的电脑 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可没想到还是被鸡贼叔里发现 当铁锤意识到不妙赶过去的时候 春花已经被鸡贼叔给杀了 由于春花和鸡贼叔见面的事 只有铁锤和王大白知道 因此铁锤认为 内部肯定有卧底 给鸡贼叔通过铁锤 铁锤通过调查发现 他在跟王大白通过电话之后 王大白把春花跟鸡贼叔见面的事 告诉了分析师炮灰大爷 通过调查炮灰大爷的账户 发现这一孙子经常有来历不明的巨肯进场 因此铁锤认为 炮灰大爷就是鸡贼叔的四颗妻子之一 通过炮灰大爷提供的情况 铁锤又在飞机上干掉了鸡贼叔的另外一颗妻子 这个鸡贼叔是个干大事的人 他一直这么折腾的目的 就是想有一天毁灭宣誓箭 眼瞅着自己的第三颗妻子 掌握着密码的博士眼镜叔就要暴露 他便打算拿到密码之后杀人灭口 可没想到半路上杀出来个程晓金 被铁锤给截火 铁锤从眼镜叔手里抢走了磁盘 负责押送眼镜叔的栓柱一看 砰砰就是两枪 直接就把眼镜叔给毙了 接下来是铁锤和栓柱飙车的戏 两人追来追去 最后铁锤跳河里撒子聊 由于怀疑栓柱是故意把铁锤放饱的 王大班一怒之下把栓柱给踢出去了 为了找出铁锤判灭的原因 栓柱经过一番调查终于有一些疏忽 在平安夜的晚上 栓柱找到了和春花的闺女在一起的铁锤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突然遭到了袭击 哥俩一静一动配合的天衣无风 很快就把这帮龙套给杀了 转过天 铁锤和栓柱找到了正在结婚的小队成员酱油妹 原来铁锤把瓷盘交给了酱油妹破解 这个瓷盘的作用是可以指挥导弹摧毁印度的防御卫星 防御卫星一旦被摧毁 那么各种敌人就会乌央乌央的杀进印度 为了安全起见 铁锤把瓷盘交给了他最信任的栓柱保管 接下来影片最大的两个反转出现 首先是栓柱在酒里下了毒 栓柱为什么这么做呢 这事还得从摩洛哥那次时间说起 当时栓柱去追杀叛变的龙套哥 没想到在海边被赶来的鸡贼术一啥 为了保住自己的这颗棋子 鸡贼术为龙套哥换上了拴住的脸 而且连生带都做了条件 哎呀要说人家印度的脑洞和科技水平不符可真不行 所以当龙套哥以拴住的身份出现的时候 居然没有任何人发现破练 太完美了 把被毒死的铁锤扔到河里之后 龙套哥去找鸡贼术 接下来是第二个反转 当鸡贼术准备用导弹轰掉印度的防御卫星的时候 铁锤突然出现了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那么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这鸡贼术和龙套哥也非常困惑 原来铁锤通过蛛丝马戒早就发现穿住有问题了 于是他将计就计把鸡贼术和龙套哥都给忽悠了 随后那个被铁锤动了手脚的瓷板指挥着导弹掉了头 朝着发射他的轮船飞了过来 龙套哥干掉鸡贼术之后开着车仨子之后 影片的最后是铁锤和龙套哥的咽封对决 经过一番搏斗 本着邪不胜正传播正能量的原则 龙套哥最终被铁锤给杀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惊嘛 印度人的脑洞大 一言不合就开挂 特效好像贼舔意 动不动就甭擦擦